在我很小的时候 曾幻想能有这样一个玩具 在有限大小的沙盘上 有一个城镇和无数个玩具人 整个城镇可以像人类的真实城镇一样实时运作 玩具人也可以在无人为干涉的状态下自主生活 我每天能像观察宠物一样 观察这些玩具人的日常起居和悲欢离合 长大后 也实际接触了一些能够扮演神明的游戏 诸如超刃上的雷沙出击 尸头工作室的黑与白等等 但这些NPC居民的AI始终与我期待的那种相距甚远 直到去年ChatGPT问世后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如果把ChatGPT的对话能力和决策扮演能力 赋予游戏的NPC会不会很有搞头 这波游戏还没来 实验性的项目和论文先来了 这就是在今年4月份 斯坦福大学的朴俊成等人发表的论文 生成智能体 人类行为的互动仿真 在这篇论文中 朴设计了一个由25个智能体组成的社区 小镇居民可以对周边环境做出反应 并与其他居民实现社交互动 而就在这个月的10号 这个项目终于开完了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克隆到本地实际运行 这期就对照原代码和项目实际运行情况 带着大家理解这篇开创性的文章 首先将项目克隆到本地 进入Revery Backend Server文件夹 新建一个名为utils.py的文件 内容如下 将这里替换成你在OpenNI获取的API Key 这里替换成你的名字 然后在命令行中执行这句 安装项目所需的所有依赖库 第三步是启动环境服务器 其实就是个Django Server 你需要在命令行进到Environment的 Frontend Server文件夹 用下方命令运行Revery.py 然后在任意浏览器的地址栏 访问本地的8000端口 如果显示Your Environment Server Is up and running这样 那么恭喜你 环境服务器启动成功 最后是模拟服务器 刚才启动着环境服务器的命令行 不要关掉 再开个新的 这次到Revery的Backend Server文件夹 用如下命令执行Revery.py 就会让你输入参与模拟的智能体名字 比如你想让Isabella Maria和Klaus参与 就输入如下字符串 回车后让你输入这次模拟的名字 随便起个名字就行 这次屏幕上会出现InterOption字样让你输入 先不用管它 在浏览器地址栏访问SimulatorHome页面 你可以看到小镇地图和你刚才允许加入的三个居民 这时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可以移动地图 想要开始模拟的话就在刚才的InterOption后面输入Run加上部署 注意每步相当于游戏中的10秒 执行后命令行就开始调用GBT接口 逐步输出智能体的行动和规划 这同时也是烧钱的开始 我也就跑了10步 相当于三个人都睡了一分多钟的觉 然后10块钱就没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姓王名思冲 我不是很推荐你这么玩 项目的Storage文件夹自带了一些官方已经执行好的案例记录 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的话 按照下方格式重播下官方的案例就行了 和很多回合制游戏一样 这个项目也是在每一步都预先计算好所有角色的行动和Juggle后 在实际在画面上渲染出来 所以无论代码还是论文 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如何基于大语按模型 来实现角色与环境或者其他角色的互动逻辑 如果我们把每个智能体都看作一个函数的话 输入就是智能体当前所处环境和它的人格 输出就是智能体的行为 这对于任何智能体来说都大差不差 最关键的是这个函数是如何实现的 也就是项目的总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论文中给出的项目架构 我们不能看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记忆流 它保存了智能体对世界的所有感知 基于这些感知来检索相关记忆并确定下一步的动作 而检索到的记忆又用于两个用途 一个是反思 是对过去记忆的进一步抽象 另一个是规划用于指导长期的未来行动 而反思和规划都会保存到记忆流中作为今后的记忆检索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感知的实现 感知函数同时接收角色和当前地图返回这个角色身边发生的事件 具体实现又包含两部分 一是对空间的感知 二是对事件的感知 所谓空间感知 就是以人物当前坐标位置和视野半径来确定人物的空间记忆数 这个并不难 因为小镇地图本身就是预标记的数结构 大地图分成多个设施 每个设施又分为多个活动区域 每个活动区域里又有多个物件 而事件感知就是将角色活动区域内的所有事件列举出来 按照与角色的距离排序 截取离角色最近的前N个作为该角色当前的感知事件 再提取出角色近段时间的事件与当前感知事件比对 如果确定是一个新发生的事件 就保存起来作为角色记忆的一部分 提到记忆可以说是智能体最重要的主件 他不但决定了智能体的思考方式 情感反应和行为倾向 也提供了历史经历知识储备和价值观 说智能体的行为模式 主要由智能体的记忆来决定 也不为过 这个项目把记忆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scratch 规定了角色的固有记忆 或者说是人格塑造 角色设定 怎么都可以 比如这个叫John Lin的家伙 他的Init字段说他耐心善良有组织性 这设定了他的角色性格 他的Learn字段说他是柳树市场和药店的药剂师 喜欢帮助别人等等 这确立了他的职业经历 规定了他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Currently字段中 说他和妻子儿子一同居住 经营一家药房 对下个月的市场选举非常关心等等 这提供了他当前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况 Lifestyle字段描述了他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 Living Area指明了他的活动区域 这部分信息将主要用于作为GPT角色扮演的提示语 第二部分是空间记忆 主要用于角色对周边环境和物体的把握 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角色的联想记忆 角色观察到和经历到的所有事件 一切自我反思和长远规划 全都以事件的形式存储在这里 你可能会很好奇 这个所谓的事件究竟是以怎样的格式来存储的 其实在每个人的Sociative Memory文件夹中就可以看到 事件的数据结构长这样 其中比较重要的字段有事件发生时间 以及事件的自然语言描述 为了进一步处理 还把事件描述分解成为SPO 也就是主卫兵三元主 再就是为了查询事件的相似度 每个事件都有对应的向量表迹 以及让GPT打分而得到的事件重要程度等等 有了大量的记忆储备后 如何有效的检索记忆就成了一个问题 总不能每次回忆的时候 都把脑子里所有事件全过一遍吧 哪怕你不在乎钱 GPT的上下文窗口也是有限的 而且就算GPT没有上下文限制 把记忆流通的事件一股脑的倒给GPT 也会大大分散模型的注意力 所以项目中的retreat模块的作用就是这个 它能够根据查询内容 联想到记忆中存储的事件 那这个联想回忆是怎么做到的呢 论文里写得很清楚 通过三个因素来共同判断 近期性 重要性 和相关性 所谓近期性 也就是越是最近发生 分数就越高 因为每个事件都记录了发生时间 获取起来很简单 然后是重要性 也就是事件结构中的poinancy字段 这其实是通过提示语让GPT给打的分 最后是相关性 这个也很简单 每个事件都根据描述 生长了一个嵌入向量 求向量的一线相似度就可以了 最后把这三样加全球盒排序取前N个 就能提取出近期发生的重要的相关记忆了 从记忆流中提取出来的记忆 有三种主要用途 反思 规划和行为 我们先来看反思 首先 为什么需要反思 打个比方 我们基于观察知道了 小明放学后在校门口等小红 小明在小红生日的时候给他买礼物 小红被欺负的时候 小明挺身而出而惨遭毒打 这些通过原始观察而得到的时间记忆 不仅分散 而且琐碎 而分散 琐碎的事件会给模型正确推理和预测造成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对智能体的记忆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 这就是反思 那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呢 当感知事件的重要性超过一定预值 就触发反思 反思的提示与模板是这个 也就是针对最近发生的100条事件 让GPT生成出几个重要的高层次问题 通过这条提示语 就可以让GPT根据上述小明的行为 生成出小明最近热衷于做什么事 小明和小红到底是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 然后再用这些问题一一在记忆中检索 如此一来 每个问题都可以提取出相关的记忆 再拿这些相关记忆调用这个模板 让GPT针对以上叙述 做出高层次的推断 比如GPT可能会推断出 小明爱上小红了 于是小明爱上小红 就成了一条新的记忆 按照之前的格式保存到记忆流 以后如果把这条记忆抽给GPT 他就能够更准确的推理小明的行为 如果说反思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抽象化过程 那么规划就是一个 自上而下的具体化过程 让GPT根据环境生成智能体下一个行为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难免会出现一些违背常理的异常行为 比如小明十二点刚在食堂吃过饭 一点半可能又跑到食堂再吃一次 两点半三点半又过去吃 为了防止小明成为饭桶 必须让智能体做出更长的 前后一致的行为规划 具体做法就是每天开始时 用这个模板的提示词 生成一个大体的计划 注意这个提示与模板的 Input0和Input1 是会把之前预设的角色性格 职业和生活方式一并注入的 有了这个粗略的日计划 就可以继续细分为按小时计的日程表 并和其他记忆一样 按照格式加入到记忆流 在实际执行阶段 会将每个任务再继续递归 分解成能在5分到15分内 完成的颗粒度更细的动作 最后通过其他几个GPT提示词模板 推理出动作区域和行为的作用对象 再实际渲染出来 就成了你实际看到的样子了 总的来说 这个工作还是很具开创性的 它对基于大圆模型的智能体 如何模拟人类行为 给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用地规实现反思的抽象化和规划的具体化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路 不过现有项目是将反思和规划的结果 全都混杂到记忆流中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改良的空间 另外像有些人说的 这就是AGI的雏形 就是个西部世界 也是过于夸张了 哪怕不考虑论文中所提到的 记忆偏差和模型幻觉 基于语言模型所做出的规划 也很难映射成为 现实世界中智能体的实际行为 至于用它来做社会科学的相关实验 当作简单参考或许可以 但和真实的人类行为模式 还是有很大偏差的 这和基于计算机的物理仿真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那我能想到的主要应用 其实也就是游戏里的NPC了 可现在调用GPT接口的成本过于昂贵 除非能将语言模型彻底本地化 并且小型化 否则也很难使用化 说到这儿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修改代码 调用本地部署的羊驼 推理和规划打折扣是肯定的 但如果针对性的优化下提示语 说不定也能取得还不错的效果 以上就是对本篇论文的导读和圆满解析 如果您对该项目的架构 有什么好的改良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